近日,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在北京接受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吴荣源指出,最近台湾深陷疫情之苦,民众急需疫苗等物资 但民进党当局拒绝大陆援助,仍然延续辅救的冷战时期,反共,妖魔化大陆立场 如此也使台独势力内涵的反人民、反民族性格暴露在世人眼前 抗击新冠疫情属于人与自然的斗争,涉及紧急的大规模生命救助 更是人类文明价值的体现,而台湾地区的防疫抗疫过程 让岛内不少知识分子再次见识了民进党长期用民主面具违装的进步 吴荣源说,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不断挑战破坏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原则 使得两岸关系再次陷入僵局 在他看来,两岸间解除对抗、增加交流是时下的急误 美国完任台湾牌,民进党当局更加露骨地进行配合 于是使得两岸情势更加严峻与复杂化 希望民进党当局清楚地回到九二共识的立场和态度 毕竟海峡两岸都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同胞 中国人同属一个中国,应该共同为民众谋福祉 为社会谋和平发展,不要再设置两岸交流的障碍 吴荣源表示,2008年至2016年 两岸在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开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 两岸合则两利是客观现实 近年,台湾对大陆出超每年约千亿美元 两岸早已形成紧密依存的经贸关系 更需要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来维护 通过两岸的和平发展 台湾可以与大陆经济的发展 如一带一路的倡议等合作对接 如此不仅可以依托大陆广大的市场腹地 还能通过大陆走向世界市场 与此同时,两岸间经济双向往来 也才能够促进两岸的交流 这个过程既会为导工带来利益 也会为和平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 只有在一个强大的祖国之内 台湾的勤劳大众才能免于剥夺与压迫 我们也将积极思考 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劳工地位问题 持续推动台湾社会公平正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